九十集 这确实使我们想起了雷迪亚子 但没有由此想更多 两个世纪前的雷迪亚子对我们是无害的 另外两个面壁者对我们也是无害的 我们把对他们的轻视也转移到了你的身上 对他们的轻视是不公平的 那三位面壁者都是伟大的战略家 他们看清了人类在末日之战中必然失败的事实 也许我们可以开始谈判了 那不是我的事情了 逻辑说完 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感到了如新生一般的轻松和惬意 是的 你已经完成了面壁者的使命 但总能提一些建议吧 人类的谈判者肯定首先会提出 要你们帮助建立一个更完善的信号发射系统 使人类掌握随时向太空发送咒语的能力 即使水滴解除了对太阳的封锁 现在的系统也实在是太原始了 我们可以帮助建立一个中微子发射系统 据我所了解的情况 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尹利波 在质自降临后 这是人类物理学向前走得比较远的领域 他们当然需要一个自己能够了解其原理的系统 尹利波的天线体积很巨大的 那是你们和他们的事 奇怪 我现在感觉自己不是人类的医院了 我的最大愿望 就是尽快摆脱这一切 接下来 他们会要求我们解除质子封锁 并全面传授科学技术 这对你们也很重要 三体世界的技术是匀速发展的 直到两个世纪之后 仍然没有派出速度更快的后续舰队 所以要救援偏航的三体舰队 只能靠未来的人类了 我要离开了 你真的能够自己回去吗 你的生命 关系到两个文明的生存 没问题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回去后 我就立刻把摇篮系统移交 然后 我就跟这一切没有关系了 最后 我只想说 谢谢 为什么 因为你们让我活下来了 其实 只要换一个思考方式 我们都能活下来 球体 球体 消失了 回到了十一维度的微观状态 太阳 已经从东方露出一角 把金灰 把金灰 洒入 洒入这个从毁灭中 幸存的世界 罗继慢慢站起身 最后看了一眼 叶文杰 和阳东的墓碑 就沿着 就沿着来时的小路 盘山 走去 那只蚂蚁 已经爬到了墓碑的顶端 骄傲地对着出生的太阳 归无两只处须 对于刚才发生的事 紧就地球生命而言 它是唯一的目击者 五年后 罗继一家 远远地就看到了 引力波天线 但是 车子行驶了半个小时 才到达他的旁边 这时 他们才真正感受到 这座天线的巨大 引力波天线 是一个横放着的圆柱体 有一千五百米长 直径 有五十多米 整体 悬浮在距离地面 两米左右的半空中 它的表面 也是光洁的镜面 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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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着华北平原 它让人想起几样东西 三体世界的巨白 滴为展开的质子 和水滴 这种镜面物体 反映了三体世界的某种 至今也很难被人类理解的观念 用它们的一句名言来讲 就是通过忠实的映射宇宙 来隐藏自我 是融入永恒的唯一途径 天线的周围 有一大片翠绿的草地 形成了华北沙漠上的一个 小小的绿洲 这片草地不是专门种植的 引力波系统建成后 一直在不间断地发射 只是发出的波没有被调制 与超新星爆发 中子星或黑洞发出的引力波 没什么两样 但是 密集的引力波数 却在大气层中 产生了奇特的效应 大气中的水汽 在天线上方聚集 使得天线周围 经常降雨 有时 降雨的区域 仅有三四公里半径 一块圆形的雨云 像是晴空中的巨型飞碟般 高悬在天线上方 高悬在天线的上空 从雨中 可以看到周围灿烂的阳光 于是 这一区域 长出了丰茂的野草 但是今天 罗继一家 没看到这种器官 只看到天线上空 聚集的一片白云 云被风吹到波数范围之外后 就消散了 但新的云 仍不断在波数内产生 使得那一片圆形的天空 像是通向另一个 云雾宇宙的时空视洞 孩子看到后 说他 像是一位巨人爷爷的白头发 罗继和庄严 跟着在草地上奔跑的孩子 来到了天线下方 最初的两个引力波系统 分别被建在了欧洲和北美 它们的天线采用磁悬幅 只能从基座上 悬起几厘米高 而眼前的这个天线 则采用了反重力 如果愿意 它可以一直升到 太空中去 一家三口站在天线下方的草地 向上望 巨大的圆柱体 从它们的头顶 向前方延伸 像是从两侧 向上卷曲的天空 由于半径很大 底面糊涂很小 上面的印象并不失真 这时 夕阳已经照到了天线的下面 逻辑在印象中看到 庄严的长发和白裙 在金色的阳光中飘动 像是一个从天空 俯视地面的天使 逻辑把女儿举起来 让她的小手 摸到了天线光洁的表面 孩子使劲地 向一个方向推着 我能让她转起来吗 如果你推的时间足够长 她会转的 庄严回答 那晚女儿的疑问 就微笑着看向罗继 是吗 罗继对庄严点点头 如果时间足够长 她能推动地球呢 像是已经无数次发生过的那样 她们的目标 她们的目光又交织在了一起 这是两个世纪 这是两个世纪前 在蒙娜丽莎的微笑中 那次对视的继续 她们发现 庄严当时设想的 目光语言 真的变成了现实 或者说 相爱的人类 早就拥有了这种语言 当他们对视时 丰富的含义 从目光中涌出 就像引力波束形成的 云之景中涌出的白云一般 无休 无止 但这不是这个世界的语言 它本身就构筑了一个 使自己有意义的世界 只有在那个玫瑰色的世界中 这种语言的所有词汇 才能找到对应物 在那个世界中 每个人都是上帝 都能在瞬间 数清沙漠中的每一粒沙 并记住它们 都能把星星 穿成晶莹的项链 挂在爱人的脖梗上 这行字显现在他们旁边的一个突然出现的低微展开的质子上 这个镜面球体 是在三体世界 还是在日益远离太阳系的三体舰队中 应该是吧 罗纪微笑着点点头 罗纪博士 我是来向你抗议的 为什么 因为在昨天晚上的演讲中 你说 这词用在科学论述中含义有些模糊 但你后面的一句话就不对了 你说很可能人类是宇宙中唯一有爱的种族 正是这个想法支撑着你 走完了自己面壁者使命中最艰难的一段 当然这只是一种表达方式 一种不严格的比喻而已 至少我知道三体世界也是有爱的 但是因为它不利于文明的整体生存 而被压制在了萌芽状态 但这种萌芽的生命力很顽强 会在某些个体身上成长起来 请问您是 我们以前不认识 我是两个半世纪前 曾向地球发出警告的那个监听员 天啊 您还活着 庄严惊呼了起来 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我一直处于脱水状态 但这么长的岁月 脱水的机体也会老化的 不过 我真的看到了自己想着的未来 我感到很幸福 请接受我们的敬意 逻辑正宗地说道 我只是想和你讨论一种可能 也许爱的萌芽 在宇宙的其他地方也存在 我们应该到处鼓励它的萌发和成长 为此 我们可以冒险 对 可以冒险 我有一个梦 也许有一天 灿烂的阳光 能找进黑暗森林 这时 这里的太阳 却在落下去 现在 只在远山上露出顶端的一点 像是山顶上镶嵌着的一块光灿灿的宝石 孩子 已经跑远 通草地一起 沐浴在金色的晚霞之中 太阳快落下去了 你们的孩子居然不害怕 大人不害怕 他知道 明天太阳还会升起来的 夜空中最亮的星 能否停息 那阳光的人 心底的孤独和贪心 夜空中最亮的星 能否停息 曾与我同行 测试在风雨的声音 可惜到拥有一颗透明的心里 可会流泪的你眼睛 给我采取相信的勇气 越过谎言去拥抱你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每当我迷失在海岸里 夜空中最亮的星 梦指引我靠近你 夜空中最亮的星 夜空中最亮的星 是否在意义 是否在意义 是等太阳清晴 还是一万千来临 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 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 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 越过谎言去拥抱你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每当我迷失在海岸里 每当我迷失在海岸里 夜空中最亮的星 超基本考骋给你 我感兴趣 使其它 exp120 是啊 如果你尝试 拥有一个冬天的心灵 我会流泪的眼睛 给我在一起相信的勇气 越过谎也去拥抱你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 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 夜空中梦子两个心 用心照亮我曾经